這個這個部分是已經有第一季這個工作表 那如果說沒有第一季工作表我要怎麼樣呢 我要自己新增 也就是當我程式執行的時候 我要先新增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工作表 並且把這邊改成 第一季 這個動作的話當然你直接用用滑鼠點是ok 可是問題說如果我們要自動化這個動作就不能用滑鼠點 那要讓我們自己產所以第一個請各位第一季刪掉 再來的話其實也是切到這個basic 那你現在如果執行的話 他會出現什麼一定會跑到這一行 因為他這邊沒有 因為你要去選第一季 可是這個地方他會找不到第一季 所以你要怎麼樣呢 在 執行這一行的時候一定要先有一個第一季 他才有辦法去選取 那如果說要去 建立那個第一季的話基本上 你如果如何去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並且重新命名為什麼 為第一季 其實就兩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新增工作表的話 那你要想到那個工作表的物件名稱 就他的名稱叫SHIT 加S 點下去之後的話 他會跳出 一個清單 特別注意 將來這個清單裡面如果綠色的話就是表示這方法 如果是 一隻手拿著一個一個文件 那個叫屬性 屬性的話呢 通常比如說像點Row Row就是一個屬性 Row是列 點Column 他也是燃 也是裡面他所儲存的 包含他的資料 跟他的格式 都是屬於什麼 屬性 如果說你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那就是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Add 對不對 新增 新增 那如果要刪除就這樣 刪除 那如果要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 工作表 那就SHIT.add 那add 之後的話 後面就是他問你說 那你有位置啊 你是要在哪個工作表的前面 還是哪個工作表的後面 所以呢 這邊的話他會提示你嘛 是before 還是after 那我們要新增在哪裡呢 我們要新增在三月的後面 三月的後面 所以你要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after after哪裡呢 after 後面的話呢 你就告訴他說 這個after 後面的話呢 就是 在 在這個after after哪裡呢 after這個 我們的 哪個工作表 那你要告訴他說 你的工作表的位置 是在 哪一個位置 那這add 後面的話呢 我們是after 那告訴他說 這個 然後輸入法切一下 那是 等號 等於什麼呢 在哪一個之後 那我們要在哪個之後呢 在 奇怪 我的 另外等於什麼呢 那我要告訴他說 在哪個之後啦 所以啊 因為我們用 剛剛不會用他 sheet.com 對不對 其實你就在sheet.com的後面 所以你可以 sheet.com 好 比如說我要 add the after 那sheet.com cont 三個對不對 三個的後面 所以你可以在